日本宠物乌龟 在日本,乌龟、Turtle也是一种受欢迎的宠物选择 以下是一些关于日本宠物乌龟的信息 常见品种 在日本,常见的宠物乌龟品种包括樱花龟 Red-Ear的Slider欧洲鹿龟 Hermans Tortoise和新龟Russian Tortoise 这些品种通常适合作为家庭宠物饲养 饲养环境 乌龟需要一个合适的饲养环境 通常是一个水陆两栖的栖息地 这包括一个水池或水族箱 提供足够的水深供乌龟游泳 以及一个陆地区域供乌龟晒太阳和休息 饲养箱应提供适当的加热和照明设备 以保持适宜的温度和光照条件 饮食需求 乌龟的饮食通常包括水生植物 蔬菜和昆虫等 适当的饮食是保持乌龟健康的关键 确保提供新鲜的食物 定期清洁和更换饮食器具 注意事项 养乌龟需要一定的责任和专注 确保乌龟的饲养环境干净 水质清洁 温度和湿度适宜 定期观察乌龟的健康状况 包括食欲 精神状态和体重变化等 如果有任何健康问题或异常 及时咨询受医 法律规定 在养殖或购买乌龟作为宠物时 了解当地的法律规定非常重要 某些地区可能存在关于乌龟品种 尺寸和饲养要求的限制 确保合法地获得乌龟 并遵守相关法规和道德准则 樱花龟 Red-Eared Slider 樱花龟 Red-Eared Slider是一种常见的水龟品种 也是全球范围内最受欢迎的宠物乌龟之一 以下是关于樱花龟的一些信息 外观特征 樱花龟是中型到大型的水龟 成年个体体长可达25到30厘米 它们的背部呈现深绿色或棕色 带有明显的黄色或红色斑块 头部两侧有一个特征性的红色或橙色斑点 这也是其名字的由来 樱花龟的腹部是黄色或橙色的 生活习性 樱花龟是半水生的乌龟 它们需要一个水路两栖的栖息地 它们喜欢在水中游泳和晒太阳 并在陆地上取暖和休息 适当的水温和光照 对于樱花龟的健康非常重要 饲养要求 樱花龟需要一个宽敞的水族箱或池塘 作为饲养环境 提供足够深度的水区 以供樱花龟游泳和潜水 同时提供陆地区域 供樱花龟晒太阳和休息 饲养箱应该有一个加热器 来维持适宜的水温 同时提供适当的照明设备 饮食需求 樱花龟是杂食性动物 它们的饮食包括水生植物 昆虫、小鱼、浮游生物和适量的蔬菜 提供丰富多样的食物 可以满足樱花龟的营养需求 注意事项 养樱花龟需要一定的责任和专注 保持水质清洁 定期更换水是重要的养护措施 此外 观察樱花龟的食欲 精神状态和外观健康状况也是必要的 如有需要 咨询兽医已获得专业的建议和护理指导 法律规定 在一些地区 樱花龟被列为限制品种 可能需要特定的许可证才能合法饲养 在养殖或购买樱花龟之前 确保了解并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樱花龟是可爱而有趣的宠物乌龟 但请确保您有足够的知识和资源 来提供良好的饲养环境和护理 养护乌龟需要长期承诺 并需要您花费时间和精力 来满足它们的生活需求 欧洲鹿龟Hermans tortoise 欧洲鹿龟Hermans tortoise是一种小型鹿龟 被广泛饲养为宠物 以下是关于欧洲鹿龟的一些信息 外观特征 欧洲鹿龟成年个体的大小 通常在10到20厘米之间 雄性稍大于雌性 它们的外壳呈圆形或椭圆形 背部的颜色多样 可以是黄色、橙色、棕色或黑色 带有黑色斑纹或斑点 腹部是黄色或橙色的 生活习性 欧洲鹿龟是鹿生的 主要栖息于草原、灌木丛和林地等干燥的地区 它们喜欢在白天活动 晚上则选择在地洞中休息 饲养要求 欧洲鹿龟需要一个适当大小的室内或室外栖息地 对于室内饲养提供一个适当大小的饲养箱 并提供足够的藏身处和可爬爬的栖息物 对于室外饲养提供一个围廊围起的安全区域 以确保乌龟不会逃跑或受到捕食者的伤害 饮食需求 欧洲鹿龟是草食性动物 主要以各种植物为食 包括草、蔬菜、水果和草本植物 确保提供新鲜、多样化的食物 并注意不要过度喂养 注意事项 欧洲鹿龟需要适宜的温度和光照条件 以及适度的湿度 提供潜水盆供乌龟饮水和浸泡 保持水源的清洁和新鲜 定期观察乌龟的健康状况 包括食欲、精神状态和外观 如有异常 请咨询受医 法律规定 在一些地区 饲养欧洲鹿龟可能需要特定的许可证 或遵守一些法规 在养殖或购买欧洲鹿龟之前 了解并遵守当地的法律要求 是至关重要的 欧洲鹿龟是友好 温和且可爱的宠物 但请确保您有足够的知识和资源来饲养它们 提供适当的饲养环境、饮食和护理 以确保它们的健康和幸福 新鲜Russian tortoise 新鲜Russian tortoise 也被称为俄罗斯鹿龟或中亚鹿龟 是一种受欢迎的宠物鹿龟 以下是关于新鲜的一些信息 外观特征 新鲜是小型鹿龟 成年个体通常在15到20厘米之间 雄性稍大于雌性 它们的外壳呈圆形或椭圆形 背部颜色多样 可以是浅棕色、黄褐色或橄榄绿色 背部有暗色的斑纹或斑点 腹部是黄色或橙色的 生活习性 新鲜是陆生的 主要栖息于干燥的草原、沙漠和半沙漠地区 它们是骤行性动物 喜欢在白天活动并在夜间找到安全的地方休息 饲养要求 新鲜需要一个适当大小的饲养环境 可以是室内或室外 提供一个含有适量底材的饲养箱或围栏 让新鲜有足够的空间活动和探索 室外饲养时 确保提供足够的遮蔽物和藏身处 以保护乌龟免受极端天气和捕食者的伤害 饮食需求 新鲜是草食性动物 主要以各种植物为食 包括草、叶子、花朵和一些蔬菜 提供新鲜、多样化的食物 并确保提供适量的钙质补充 如饲料和钙质补充剂 注意事项 新鲜需要适宜的温度和光照条件 以及适度的湿度 提供潜水盆供乌龟饮水和浸泡 保持水源的清洁和新鲜 定期观察乌龟的健康状况 包括食欲、精神状态和外观 如有异常 请咨询受医 法律规定 在养殖或购买新鲜作为宠物时 请了解并遵守当地的法律规定 某些地区可能对新鲜的饲养有限制 或需要特定的许可证 新鲜是友好、耐受且可爱的宠物 但请确保您有足够的知识和资源来饲养它们 提供适当的饲养环境、饮食和护理 以确保它们的健康和幸福 乌龟是长寿的宠物 可以陪伴你很长一段时间 养乌龟需要充分了解其饲养要求 并投入时间和精力来提供适当的护理 与乌龟建立良好的关系需要耐心和时间 但它们可以成为令人愉悦和有趣的伴侣动物 记得给乌龟提供适合其生活习性的环境和食物 让他们过上健康和幸福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